聽話 醫師科技大學 四夾者 這夾訓練公佈的機靈 用生班實體進行結婚 20位學員 他們就在學校非常用心幾位的課程裡面 完成了公佈所需要的相關 完全的機靈 整班的同學 是更加作為 來製造50份的伴手禮進行議員 將這個議員的組織 來觀賦無所謂的留學團體 學員他們也都來感謝學校的老師 用心的教導 對未來集結 他們也是全員信心 在我們四夥公佈的特別協助 社會的立場主要特別 跟中華藝術科技大學 共同開辦社會 只要分年航胖的領用生班 這次航胖的結婚典內 特別要請到 在我們四夥公佈局長王 新智前往 來為這次的日子六位結婚 新聞面臨並無助就要順利 代表委嘴市長抱著一顆感恩的心 來到中華醫師科技大學 因為中華醫師科技大學 一直來幫我們培育台南的好人才 所以今天是幫我們培育 烘培的這樣一個人才的部分 當然我們合作幾年來 大家都希望做得更好 特別是這次在結婚之前 全班的動作會 製作了五十分的伴手禮 來進行預備 並將預備所得到的 一萬二千五百塊 管出貨留學學生作為 鄉做學金 幫助需要幫助留學家庭 減輕壓力 我們場地呢 是在我們參旅系的最優質的這個烘培的教室 那非常感謝我們市政府 尤其是我們的玩局長 他歷年來都給我們非常非常大的支持 每年我們都在這邊舉辦了好多個班次的訓練 那從這邊這個畢業 然後出去的這個學員 也都能夠找到很好的工作 展開他不一樣的一個人生 經過後三百六十分鐘的訓練 成功確實到橫胖的基本就業幾年 在外面中也尊對班上表現有良的學員 來為他們班上 好方也希望鼓勵所有的同學 在經過專業的訓練後 未來就業一切順利 就是因為我們想要二度就業 那就是受到勞工局的協助 然後在我們的學習過程 我們完全沒有支出到費用 然後我們覺得真的非常感動 而且覺得台南市政府怎麼會對我們二度就業的人 這麼的友善 所以我們也想把我們的所學成果 在這裡所學到的 然後回饋給我們的懷疑的 比較弱勢的學生 在這裡留言 郭博人在哭 彩虹報道